同學 我會把你們的畫面切換成我的 這樣可以 這樣你們可以不用看我 就直接看螢幕就可以了 他說今天不會休 因為他說電源供應器出問題 好 了解 沒關係 我們就在這邊 這邊最近比較暖和一點 好 那今天要講Cancer Biology 然後在開始上課之前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Assignment 4 跟5 這兩個作業 大家就是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Assignment 4 是跟Seal Cycle相關的 就是這兩個 應該說這兩個作業 大家回答得都很好 你看Assignment 4 總分是52分 它評論就有46分 所以其實大家可能已經看習慣 我放在作業上的這些題目的題型 或者我發現4跟5大家的成績 都比較高一點 Assignment 4 和Seal Cycle相關 比較多人錯的是有關這一題 這題答錯的人比較多 答錯不是全部都集中在某一個答案上面 會答錯也是因為我上課這一部分 因為我沒有花很多時間講 我可能就是拜過這樣子 那這個題目是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s is the licensing factor for replication 那這裡有兩個很重要的關鍵字 一個是replication 所以就是跟DNA複製有關 第二個很重要的字叫做licensing licensing factor不是起始點 它也不是說它會在哪裡開始 而是它是決定性的關鍵的那個 factor 一定要有駕照你才能上路去開車 那這就是它的駕照 所以你把它想成licensing factor 你把它想成會決定 它會不會activate那個 factor 就對了 所以可能大部分同學會寫錯答案 就是這個licensing factor 你看得懂這個英文 你也知道什麼可能 它真正的含義是什麼可能弄錯 那下面有四個選項 最後一個比較嫩的部分 一個是ORC Open Reading Frame Complex 那CDT、MCM、CDCN4 CDT跟MCM是跟這些 DNA複製的ORC複製 一起去合作去啟動複製的分子 那CDC42呢 它是跟seal cycle調控有關的 但是會跟這個DNA複製的 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都有 所以我放了一張這個圖 那ORC Complex 它會先去辨識哪裡 是ORI的Sequence 然後它會搬引上去 這個搬引上去 它不會開始啟動複製 它只是定位而已 就是這裡要開始 只是它 但不會開始 陸陸續續你會發現 像CDC6跟CDT相關的因子進來 你看ORC Complex跟CDC6還有CDT 它們進來的時候 replication也不會開始 replication會開始 一定要等到MCM進來 它才會啟動 它會activate這個process 所以這個就是licensing的意思 就是它是什麼時候才會開始 活化這個機制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MCM 那MCM有很多 你不要 它上面就寫234567 所以MCM2 MCM3這樣子 MCM是在Eukaryotic細胞才有的機制 那Procario是沒有MCM的 MCM就是mini chromosome maintenance所寫的 我應該上課有講 你會忘記的話回去看一下 第二題比較多人答錯的就是 which CDK trigger replication origin of firing replication origin of firing 上課有講就是它啟動 replication 那我們看下面的CDK 它不是講特定的哪一個分子 而是細胞周期裡面哪一期的CDK 是會啟動這個replication 那G應該 要啟動replication Dreplication是在Synthesis phase 所以應該是S phase 答案比較簡單 那會有同學寫G1S 那個就是想的比較仔細的同學 他想說那我是不是應該在進入S期之前 我就先triggerDNA的replication 所以會有一部分同學會勾G1S 那假如說這是一個Modible Choice的問題的話 我會希望大家看到像這類型的題目 要記得是寫S這樣 那大概作業是比較多人錯的這兩題 那我們來看assignment file 它是跟Aptosis相關的題目 大家也是寫得很好 我出了60分 平均也在56分 那還蠻多人答對的 幾乎有8個人全部都答對 喔對 還有一些同學還沒教 每教的同學可能要記得來找我一下 或者是寫個信跟我講說 你要紙本自己寫這樣 那比較多人答錯的這一題 其實也沒有很多人答錯 大概有40個人答錯 這是配選題裡面 它就是要記得那個配選題 就是左邊的欄位就是很多不一樣的分子 然後右邊的欄位會問你說它是Initiate還是Effector 是Aptosis的Initiate 不是Caspace的Initiate 或是Caspace的Effector 那我們上課有講過 Initiate就是會啟動Caspace 第一個會啟動Caspace的老大 然後後面Effector 就是會執行去切割其他 我們看到Aptosis現象 其他分子的Caspace 我們叫Effector 所以Initiate只有兩個 一個是Caspace8 從那個Receptor過來的 一個是Caspace9 它是從Apolicon來的 所以要記得 就是其他的 像是Caspace2、3、7 它們都不是 它們都是Effector 所以很多人都把這題寫成Initiate 第二個 蠻多人錯的 這我還覺得有點奇怪 我不曉得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寫錯 Puchov的Statement about Epilisone is false 這是錯的 第一個是Procaspace9 Associated with protein co-factor 我們先看 這個Apolicon的形成 就是Malacondria 受到雕王的訊息的時候 然後它會Release Cytochrome C 這個Cytochrome C 會跟APF1結合 改變APF1的結構 你的ATP才有辦法去Binding上去 然後去做 ATP Hydrolysis的時候 就把這個Caspace 就是會形成一個 跟Procaspace9結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輪重的結構 這個叫做Apolicon 這個Procaspace9結上Apolicon的時候 它的Prorigin就會被切成 變成Caspace9 就是活化的樣子 它才有辦法去切下游的 這些Caspace的分子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這一題 Procaspace9的確是要跟APF1在一起 它們才有辦法去啟動下面的Caspace password 所以第一題是對的 這題問的是錯的 所以第一題是對的 你就不要勾它了 第二個是 Apolicon formation is ATP independent 沒有它一定要有ATP 不然的話 因為ATP的水解 讓它可以自己跟自己 還有自己跟Procaspace9去做結合 那這個ATP是卡在 Procaspace9跟APF1的complex裡頭 所以這題是錯的 答應應該是dependent 第三個是Car-Car interaction 那Car region 我們在APF1上會看到 另外一個Car region 是在Caspace9上會看到 那APF1跟Caspace9 就是靠這兩個片段去binding去結合的 所以這題也是對的 第四題 Activation of Procaspace9 is ATP independent 也是錯的 這些都是要有ATP binding的 最後一個Centochrome c is involved during a conformational change ofAPF2 這也是對的 這題就比較少人會去選 幾乎沒有 好像比較清楚這樣 這是False 它錯的就是第二題 就是APF1 它的Formation是包含 Procaspace9跟APF1的結合 因為這個 ATP Hydro質會改變結構 它們才有辦法去做結合的動作 所以這兩個有點像是聯動的概念 所以這個大概是跟第四個跟第五個作業相關的題目 Cancer 今天的下禮拜我們會講Cancer Biology 然後我等一下 我放Cancer Biology的textbook 我主要用Baker的26章 但是我後來今天早上我看的時候 我好像scan的不是很壞 有一些字被我遮掉 我這幾天再重新scan 會再丟上去一次 然後另外就是之前的第20章節 就是Essential Cell Biology那一本 有部分的內容是跟Cancer Biology相關 你們可以去參照那個內容 然後這個Assignment 6最後一個作業 我給我一兩天 我可能禁量在禮拜五把它PO上來 可能會有一些中文 我還不知道我要出中文還是出英文 或是混血 我可能有中文跟英文的題目會帶裡頭 那它題目可能會多一點 繳交的日期會是在下 繳交日期我會改到就是上完那堂課的那個禮拜天 就是下下禮拜上完Cancer Biology的那個禮拜天 那之前要繳交 這樣 所以我會把繳交的時間另外寫在就是像assignment 5這樣 我會寫把它截止時間寫上去提醒大家 那這個大概是有關assignment的部分 那我們開始來看一下Cancer Biology 剛剛有講過我主要就是以Baker的26章節 還有Albert的20章節為主 那有一些之前我覺得資料寫得還不錯的 都是來自Logesh 那今天這堂課大部分的時間 可能就是要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Cancer Biology的一些專有名詞 還有一些基本的我覺得是生物系的學生都應該知道的知識 但是可能你們沒有那樣子的概念 或是可能認知會有一點點錯誤 那今天或者是下禮拜會開始講到Cancer Biology 那我們會介紹Oncocene跟Tumor Suppressor群 最後我們會講到癌症的治療這部分 那Cancer主要是 細胞它在coronate coronate就是它在調控或是控制細胞周期 就是cell proliferation 或是細胞的分化 differentiation 或者是細胞的凋亡 Apotosis之間出了差錯 那這個出差錯呢 就是如果是cell cycle cell proliferation 太沒有人去控制它 讓它一直在走cell cycle的話 那細胞分裂 你的細胞數目就會增加 如果細胞沒有去走differentiation的話 它是留在細胞周期內的 然後一直走cell cycle 它也會導致癌症 如果Apotosis機制壞掉 細胞不會凋亡 就不死之生 那它一樣你的細胞數目會 就是在短時間就會增加 那它們這幾個 調控的機制如果失衡的話 最終都會形成Tumor這樣 那調控它們呢 直接會跟癌症這個疾病 或這個臨床的症狀有關係的 調控的因子或分子 如果直接會影響到的 有兩個族群 一個是oncogen 一個是tumor suppressor gene 那oncogen就是治癌 導致癌症的基因 Tumor suppressor gene是抑癌基因 請同學把這兩個英文字 背了滾瓜爛手 這張PPT上面的所有英文字 你都要認得它 我要這樣講的是 今年推增的時候 我們面試就是來報考我們學校的一些 校外的學生 不管是今年要畢業的 不是今年 就是這109選年度要畢業的 或者是他們已經畢業很久的 所有的人都把Tumor suppressor gene看錯 這是suppressor 就變成tumor刺激癌症的基因 Tumor suppressor是抑癌基因 抑制癌症 oncogen是治癌 導致癌症 中文的專有名詞 通常都是這樣翻 英文字就要麻煩各位同學 要記得滾瓜爛手的 因為未來如果要去念研究所的話 這兩個字常常會被拿出來問 不要讓人家說 你怎麼連這兩個字都不懂 變成消化這樣不好 接下來幾個Terminology 就是幾個專有名詞 可能大部分同學都會搞錯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一個 我們來上英文課 我把錢其實不用 你就看你們的螢幕就好 我想說太亮了 第一個字是oncogenesis oncogenesis指的是形成癌症的過程 oncogenesis就是tumor oncogenesis意思是一個過程 就是從哪裡生成的這個過程 所以如果看到這個專有名詞 oncogenesis就是癌症形成的過程 你如果想要把它寄下來寫成中文 你就自己筆記稍微寫一下 因為我的砲口語言上面比較少中文這樣 tumor 講的是腫瘤 不是癌症喔 是腫瘤 腫瘤跟癌症這兩個字 不要把它畫等號 他們是代表不一樣的意思 tumor 它是tissue composed of cells that deviate from normal program of cell divi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這句話意思是 你的組織裡面的細胞 如果它呢 從正常的有系統的這樣子的一個細胞的周期 diviate就是偏歪的 就是沒有被調控好這樣 就是失衡 除了細胞周期之外 細胞的分化一樣 這兩個如果是失衡的話 那它就會導致腫瘤 不是癌症喔 腫瘤 那腫瘤分兩種 一種叫benight tumor 那個字念benight 不是begin 也是不是begun 我聽很多人講的都覺得怪怪的 這叫benight benight tumor benight tumor就是 就是它這個 benight tumor是良性的腫瘤 我們就把前面多一個良性 那它講的是細胞呢 如果它 它是一個腫瘤 但是呢 這些細胞全部都是聚集在一個區域 然後外面有被好像這個 它在這個區域的時候 這些細胞好像外面有被受限制 受限制住這樣 等一下我會說明一下 為什麼它會看起來像受限制住 然後它也沒有去破壞其他人 或是其他隔壁組織或細胞的空間 或是環境或是範圍 那這樣子的一個腫瘤 我們叫做良性腫瘤 benight tumor 那第四個呢 是malignum malignum 是惡性腫瘤 就寫個note 它是惡性腫瘤 那我們通常白話文就是叫它cancer 我們講的癌症cancer 講的就是惡性腫瘤 malignum tumor 那你如果說你的腫瘤要畫等號 跟癌症化等號 就只有malignum tumor 可以跟cancer化等號 那這些是主要講的是 那個腫瘤的這些細胞呢 比較不聽話 它你看到這個腫瘤它其實 沒有它不會乖乖的 就是聚集在某個特定區域裡頭 它到處亂跑 然後它還會去侵占別人的土地 然後還會去侵占別人的環境這樣子 就是它的它有攻擊性這樣子 最後一個字是metastasis 那這個大家可能都知道 它就是轉移的意思 有些癌症沒有轉移 有些癌症會轉移 那如果是benign tumor 是絕對沒有轉移的現象 那轉移講的是 就是你可能在大腸附近 或是大腸的這個組織的上面 你會發現 怎麼會有肝臟細胞的增生在那裡頭 那這個就是轉移的現象 那肝臟的細胞形成的malign tumor 就是它的變成癌化的細胞 它會從甲跑到疑 所以你在大腸上面 本來應該看到是大腸的細胞 就你看到的是肝臟的細胞 那這個就是肝癌有轉移的現象 不是大腸癌 是肝癌有轉移的現象 導致 假如說肝癌在大腸上面長出了一個 tumor 然後那個叫做肝癌的細胞 那它如果影響到它附近的那些大腸的組織 大腸癌的話 那邊就變成大腸癌 所以我們會比較嚴重的癌症 會有primary site 就是原始的癌症起的地方 跟secondary site 那就是轉移的地方這樣 所以這幾個專有名詞 現在都ok了 下次問你們不要再把它弄混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觀念的問題 好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那些文字 那它在細胞學上 或是在生理學上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Inite tumor 它有左邊這些特性 那第一個它是 usually is encapsulate encapsulate incapsulate 就是外面有個殼 incapsulate 就是它被包覆在特定的一個空間裡這樣 那我看一下右邊這個圖 是一個正常的上表皮細胞 那我們知道上表皮細胞下面 這個是皮膚 皮膚才有這麼多層 那細胞的最下面會有一個basement membrane 你會發現這個卡通圖 每個細胞怎樣 長得都大小一樣 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basement membrane 也是完好的 那如果它開始去 seal cycle不正常的時候 它就會快速的震生 你會發現有一些細胞大小 會跟原來的不大一樣 不過你可以看它們長得還蠻像的 就是有一些長得比較腫一點 然後有一些長得比較瘦一點這樣 它還是有basement membrane 這個basement membrane還在 但只是basement membrane 有一點不是很平滑 就是有一點就是歪歪的這樣 但是這些細胞 你看到這個組織的時候 這些細胞完全都是在這個區域 它沒有跑到其他地方 所以這是encapsulate seal similar in structure to cell from which they originate 那每個細胞看起來 都跟它原來原始的細胞長得很像 我們不能說它一模一樣 就是長得胖一點 長得瘦一點這樣 它有well defined border 就是它的外面圈繞它的區域 是還蠻明確的這樣 slow growing and limited to one area 就是這些細胞 跟正常細胞來比較的時候 的確它有在增生 比正常細胞還快 但是它沒有很快 慢慢長 然後長也只長在這個地方 然後最後一個是 possible growth displacement but not invasion to adjacent tissue 它可能會去影響到你隔壁的 另外一個組織或是細胞 但是它不會去取代人家的位置 它會去影響到 主要是它自己變得太胖 然後就像你坐高鐵 隔壁就是一個很胖 不小心就是用到你的 用到你的那個 座位的那個放手的地方 你總不能說那是我 你要跟它搶吧 因為它就是體型比較大 它真的不方便 我就讓它一下吧 所以它其實沒有侵略性 它只是因為它就是有點長得太多了 然後它會稍微去侵犯到別人的範圍 一點點這樣 那我們來看malliculum tumor 第一 malliculum tumor跟malliculum tumor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not encapsulate 就是它沒有被好像一個膜把它框在上面 然後它也會有irregular pattern of growth 我們看一下就是這個細胞 它大概它不會被限制在一個區域 然後細胞都會到處亂跑 no resemblance to the cell of origin 就是有一些細胞還長 像跟它爸爸媽媽長得不大一樣 那大家都是長得四十方方圓圓的 它只有它長得這樣尖尖兩頭尖的 所以你會發現細胞的型態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也沒有 no well defined border 它的這個basement membrane還破掉的 basement membrane不在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不是不在 basement membrane沒有完好的話 那表示它是被細胞 所分泌出來的一些 protease酵素給破壞掉 通常會有protease來破壞 另外細胞本身構造的都是癌細胞 才有這個能力 growth into adjacent cells rather than displacing or pushing them aside 我們剛剛在講Bernite tumor的時候 Bernite tumor可能有的現象就是 它長得太大太胖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隔壁的空間 但是Bernite tumor它不是影響空間 它是會輕繁 它可能瘦瘦的一小坨 但是它就是會去 跑到你家去用你家的資源 用你家的環境 佔你家的空間這樣 所以這個是有侵略性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Rapid growth through rapid cell division and multiplication 它的細胞增生的現象 也會比較快速一點 那細胞增生的現象 從這卡通圖看的 不是只是算細胞數目而已 你會發現它的細胞也長得比較小一點 那長得比較小 我們上次在講Cell Cycle的時候 有跟同學說過 就是這個細胞的Cell Cycle時間 長短是一定的 假如說它快速在走細胞周期的時候 一直在分裂 它沒有時間去做Growth的話 那它Cycle塊會通常比較少 小一點 所以這個你看到Cycle塊比較少 Nucleae不是比較多 它只是看起來比較多 這樣的現象通常都是細胞在做快速分裂 那這個是Baker的Table 26-3 那它把Binline跟Malignant tumor做的比較 那這個Nucleae size Binline它寫Small Malignant它寫Large 其實這個是唯一我有話講 對課本有話講的地方 它Nucleae其實差不多 它只是分裂 細胞值比較小 在Malignant tumor的細胞值比較小 所以它的核跟細胞值的Ratio比較高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Nucleae Nucleae size是比較大這樣 然後它的Mitotic index 所謂的Mitotic index是指它的細胞分裂的指數 那這個細胞分裂指數 分裂快指數就高 分裂慢指數就低這樣子 T恤 organization就是組織裡面的結構 那這個組織結構呢 講一個你們比較可以去 就是從之前這樣上細胞學校 你可以了解 就是我們上面會有 Epithelium cell 然後再來是Basement membrane 下面我們都是說Basel layer 可能是有的ECM connected tissue在下面 那這是很明確的三層在那裡 但是在Malignant tumor呢 它的T恤 organization是Disorganized 你可能這三層沒有辦法很明確的 在這個組織裡頭區分開來這樣 最後這兩個幾乎是病理科的醫生 用來做最後判斷你這個細胞 到底是癌細胞 好的 比較沒那麼壞的癌細胞 還是比較很可怕的癌細胞 一個是分化 那大部分的Basement tumor 是Well-differentiate 它一定是分化的很好 為什麼 分化的時候呢 一定要走出Cell cycle 它才有辦法分化 它沒有辦法留在Cell cycle裡頭分化 所以它如果分化的很好 表示它其實是有蠻長的一段時間 是出去Cell cycle 那Malignant tumor 它會Poor-differentiate 就是它的分化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它根本沒有時間去做分化的動作 它所有的能量跟精密 是在走Cell cycle這樣 第二個是有關 最後一個是有關Tumor boundary Tumor boundary是講它的外觀 那你就看一下下面這兩個卡通圖 那這Benite tumor它的Boundary 它會比較固定就是一個形狀在那裡頭 那Malignant tumor它的Boundary 他的Boundary有一點說不出ğu戒線在哪裡 因爲它喜歡到處去侵犯別人 那雖然也看不出它有很好的一個規範區區 去區塊在那裡頭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上英文課 幾個跟癌症 所以我们刚刚看的是细胞增生的一些 跟癌症相关的专有名词 接下来这几个专门有名词 都是跟细胞的morphology 就是外观 我们要形容这个组织 是否跟癌症有关的一些专有名词 cancer讲的就是癌症 是一个疾病 不是别纳疾病 cancer所以讲的是一个病 那就是癌症这个病 anaplexia讲的是 platia 我们看下面这三个专有名词 都是跟platia有关 platia是growth的意思 anaplexia意思是他退型分化 或者是叫做逆行性的生长 就是他不去走differentiation 他不去走differentiation 如果不走differentiation的话 他就是一直在走cell cycle 这个叫做anaplexia的现象 那什么样子的细胞 看起来会有anaplexia 就是他 你看不出来这个细胞到底是什么细胞 等一下我们会看有一些 就是切片 病理切片给大家看 dysplatia dys 是异常的意思 如果你看到英文字跟写dys 异常生长 所以他会跟他的shake 外观跟他的size大小有关 所以他的异常的增生的意思 hyperplatia hyper是快速 所以这是快速生长的意思 所以他的 就是这些细胞的数目是比原本的还多 所以有时候你去看你那个病理报告 他会上面通常会写anaplexia 或是dysplatia 或是hyperplatia 在这些癌症的病理切片报告上 那是报告上专用的名词 那这个是一个dysplatia的一个图 dysplatia我们刚刚说 它是abnormal in size跟shape 好 那这两张哪一张是正常的 这两张都不正常 这张其实是右边我把它放弹过来了 这张这是皮肤的上表皮细胞的组织切片 那这上面是keratin 就是你的角质层的地方 所以如果要说正常的话 只有这张图的这里是正常的 右边这张图的这里是正常的 然后你看这一张图的 这左边跟右边差异差在哪里 大概下面这一层就是 其实才是它的squamous cell的地方 就是最开始生出来的 然后上面你就会发现 这边很多个大大小小不一的细胞就这里 原则上我们上表皮细胞长到这里的时候 它应该都是变成角质层的 应该要凋亡掉 那这些家伙不凋亡 然后一直堆积上去 不正常增生的结果 堆积我们一直 本来是皮肤的皮肤大概就是我们的面积大概会这么大 那你突然在下面有不正常增生的时候 我们切片切串 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会铺起来 所以它的shape会比较不一样 它这里就会长得比较不一样 染色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蓝色或比较紫色 也就是说那边nuclea也会比较多 我们讲这是H&E染色 那你看起来它比较深的地方 就是核比较多 什么情况下核才会比左边的多 细胞分裂很快速 就是细胞数目比较多的时候 看起来就会比较紫色比较蓝 所以这个大家简单的看就 你们现在H&E染色都看很多次了 所以这个应该对你们来讲很OK的 所以这一行就是讲displeasure的 那个英文的definition 那这个在课本figure 应该是26之一 只是因为我call这个baker的图 然后他们自己的powerment 也没有改成26章节 之前baker是在24章节 cancer biologics 那左边是在讲上表皮细胞正常的状况 右边是皮肤上表皮细胞 是tumor的状况 这个地方我不会说它是cancer 是因为你看它下面的这个 basement membrane 还是intact 不过这个久了 这个可能过一阵子 它会 它会 basement membrane 会破掉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那我们先看左边这个正常 那这边上表皮细胞 我很喜欢这张图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把颜色跟它的功能 都做一个区分 那上表皮细胞的第一层 它叫basal layer 这个才是 才有 才应该要有dividing的那种功能在 就是才应该要说它可以去做细胞增生的能力 上面是要开始分化 所以你看到这些比较深一点的黄褐色的就是在分化 所以你看 理论上每个细胞 你会去分裂 分裂完之后 分裂一个的话 它要开始分化 它只分化 它分裂一次 就是让分裂好的那一个去分化 然后之后就变成死掉细胞 然后变成角质层 然后就剥落 就这样 正常的周期是这样 右边你会发现 这个颜色不一样 一样都是这个白色 所以白色的会有dividing 就是cell cycle的能力 不是细胞分裂的能力 然后红色的呢 它应该是在分化 有几个还长得一样四四方方的 它就是分化的好 那有几个像这些 这边应该开始都要做differentiation 但是不是 它没有 它还在分化 它继续分化 那这就是异常的现象 所以它其实这些细胞生出来之后 它应该走分化 它没有 它一直在做细胞分裂 可能多分裂个三四四次 然后它累了 决定要去分化 然后才会停止 那有可能再继续再分化 都有 这个现象 如果它有决定去分化 那这还好 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好 比较没那么恶劣的癌细胞 就是它 slowing growth 但是它还是会有侵略性的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右边的这个上表 你希望你看不出来 它有没有转移 因为这个 basement membrane 是 intact 所以我不能说 它是 denied 还是某一个 tumor 那这个是肝癌 肝脏 肝脏的 肝脏这个 某一叶 某一的气 脏气 然后左边是卡通图 右边是肝脏细胞的切片 那中间你先看我们所谓的 enough gross anatomy GR or ss 假如说你看到某一个 肝脏肝脏细胞的切片 这个字 表示说我们看的是这个器官或是组织的外表 就是我们要形容它的它的外表化就是 日本毒素脖蓝 不適量让我们在肉里的 Studio 那肝脏这个叶 你会发现说 一定会有 这是凍出来的地方 这个相片真的不是很好 这边凸 它会翻白 它会翻白 它的翻白主要是 因为快速生长 所以细胞可能有里面的也有外面的 它长的时候就是来不及 去把一些它需要的 长得正常的东西带进来 快速生长就通常这些肿瘤的部分 它们就是会长得比较 比原来组织颜色还白一点 它的下面凸出来的地方 就是这里凸出来的地方 下面它的Basement Level是被破坏的 然后它被破坏主要是 它在这边的部分 它在形容向右边的这个H&E染色 染色的这个区域这里 它在挂这边 那它被破坏的时候 这些细胞就可以 就会去走到附近的一些微血管 像这里有微血管 然后它们只要进入血液循环系统 它们要去走到很远的地方 或是走到别人家去偷去抢 就很容易了 那右边这是H&E染色 理论上Libre Cell肝脏细胞 然后长相应该是像下面这里这样 上面这个是癌细胞的长相 那这张图真的是很难 所以我就把它放大了 第一你就会发现下面这区块的细胞 每一个细胞长的大大小小都差不多 上面这个真的很难区别 但是这个是一个细胞 这个也是一个细胞 但是大小坡一 然后坨上黑一起那样子 所以但从 你不需要放 把这个 就是这个组织的坡片放这么大 你从这样子看 你就会发现 这边就是比较紫色比较蓝 然后我刚刚有说过 颜色比较深 通常都是细胞数目比较多 所以这一看就是这里 这一坨 这里一坨 就是大概就是这边的一坨 所以这个大概是癌细胞的H&E染色 大概长这样 我们之前上课看的都是正常的 那我异常的大概就是在Cancer反映局 这个时候我才会拿出来 所有的就是你要去研究或探索的东西 你一定要先去认识什么是正常的 你才有办法去学习什么叫不正常 因为正常不正常是比较之后的结果 所以假如说你要不要一下子想 我要学癌症生物学 你要先把一般的就是正常的生理学 细胞学学 细胞学学好 你才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它是异常的 好 那再来这是pop smear pop smear是什么你知道吗 pop smear是子宫颈的抹片检查 叫pop smear test 那pop smear这个下面就是抹片三个不一样子宫颈抹片的染色的结果 那子宫颈抹片检查是目前所有的癌症的筛选 它是最便宜 而且是最准确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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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的方式 那台湾是在民国87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卫生署现在卫福部开始就是每年只要是有过性经验的女生都要去做一个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 每年每年他都会补助你去做 那做其实大家都看那个看过电视的广告 然后他其实是还很短时间很短 就是医生在子宫颈采个药 他放到波片上然后你就可以走人了 所以就请需要的同学每名要记得做 第一张图那个是正常的子宫颈的上表皮细胞应该长的样子 那你会发现第一个他们都是蓝蓝的 有一些是红红的 蓝蓝红红的我等一下会再讲 然后他们大小都一样 记得这个是我们不是在看子宫颈的这个组织 这个是医生已经拿那个器具从子宫颈的壁 子宫颈壁去刮了一些细胞 就像你念土生的时候是会去拿个牙签去刮你的口腔内抹 然后去看那个细胞 医生做了一样的事情 子宫颈也要你去刮了一些上表皮细胞 然后放在波片上 大概就长这样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细胞长得跟你的口腔内抹 大概也很像 你去刮那个Combinous Blue 大概也是长这样子 然后右边这两个都是坏的细胞 然后中间这个呢 它叫Precancelous Lition 就是说这个百分之一百未来会走向癌症 就很快就会变成癌症 最右边就是已经癌症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个 它细胞的每一个大小都不一样 但是至少它长得还蛮像它原来的样子 就是他们长得还蛮像 然后Nuclea的还蛮大的 就是你会发现Cylofiles很小 变得很小 这里有一个正常的这里 正常的细胞症 最右边这个已经是Invested Carcinoma 然后它细胞会看起来 这个细胞几乎有点破破烂烂的 这个破破烂烂有它的专有名词在 那在这个POP SMEAL 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 已经做很 你看87年 台湾就是全部都是做免费的 这个研究已经做很久 所以他们其实在临床病理的判断上 已经分成low grade 就是比较低的dysplasia 或是比较高等级的dysplasia dysplasia就是异常增生 所以high grade 的dysplasia 是比较差的 然后这个是low grade Dysplasia 所以在precancelous lesion 它还分比较低等级 或比较高等级的 然后刚刚看到细胞 看起来破破 就是细胞所谓的挖空现象 中文是挖空现象 我实在不是很喜欢它 它左边就是在染色的时候 或者是这些子宫颈的上表皮细胞 如果变成癌细胞 或者是被病毒感染 它会变成 左边是正常的 右边就是它会变得很大 然后开始会慢慢的 会有点就是 壁不是很完整 然后好像会开始皱缩到不见 然后它就把它认知 就是说这个叫做挖空现象 那这是正常 正常长这样 那这里有一个异常的 这里有一颗异常的 其他这个看起来都是还好 这一颗就是比较不好的 这是上表皮细胞 好 那PAPSmear这个PAP PAPS 是比较博式染色 博式染色的那个缩写 这个Pancola的Stand 然后它染色 一样跟H&E很像 就是蓝色的就是Nuclein 然后后面有那个粉红色啊 蓝色啊差异是在 如果是角质层的细胞 它会比较是橘色的 比较橘色是角质层细胞 然后比较靠近最上面那一层的 就会比较粉红色 然后如果是红血球 就会是非常非常暗的粉红色 那假如说是下面的Basal Parabasal的细胞 就是比较下面 它比较绿色跟蓝色 或是在中间层 会比较绿色蓝色 所以这里有一些比较绿色蓝色 它会比较下面 就是比较靠近底层 皮肤底层的地方 比较红色的 你就知道它是比较上表皮的地方 那如果这里的话 这边都是蓝色比较多 紫色比较少 所以它就是被医生 大概刮的比较用力一点 所以已经刮到中间层 那所以你如果看到蓝色长这样 它其实是非常靠近Basal layer 然后还异常增生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因为它细胞增生 就是从Basal layer就来了 再来又要上用课 就是癌症的分类 那我们讲的carcinoma 大家平常就是常讲的癌症癌症癌症 这两个字 然后就会 就大概就是 除了cancer之外 就是carcinoma 你会以为cancer跟carcinoma 又是一样 是错的 cancer讲的是deseed 这个疾病捧称叫cancer carcinoma讲的是epithelial上表皮细胞 你的缘起那细胞的缘起 如果是上表皮细胞的 这一类的细胞才叫做carcinoma 这样可以 所以大肠小肠 如果你的 因为大肠小肠这个器官有分 就是管腔 就是管腔 面对管腔那一层 大概就是上表皮细胞 但是假如说是来自里面的肌肉层的 或是来自里面的腺体的 那我们就不能用carcinoma来形容 那皮肤大部分就是carcinoma 但是假如说是跟皮肤上面的汗腺 腺体有关的 那你就不能讲carcinoma 那除了上表皮之外的 大部分其他如果是跟connective tissue 就是上表皮下面那一层的 那的那些癌症 我们要叫sacoma 我们就叫它sacoma 所以是connective tissue 血球的 血球的 如果是白血球 叫做leukemia lymphoma是淋巴 淋巴癌 跟淋巴相关的就是淋巴癌 所以leukemia跟lymphoma 请你不要把它弄错 两个字很多人都会把它弄错 因为都是L开头 leukemia是跟白血球相关 然后lymphoma是跟淋巴相关 所以这两个其实差异还蛮大的 只是他们字长得很像 Adenoma跟Adenocarcinoma是不一样 Adenoma是正常的 然后Adenocarcinoma 它才是malignant的形容 那讲的是跟腺体相关的 那腺体相关的癌症 假如说是跟腺里面的epithelial cell有关的 那我们就叫做Adenocarcinoma 那如果只是一个腺流 像肌腺流 是Adenoma 这样就好 所以你看到Adenoma 你不要报告出来给你Adenoma 不要让你大哭 它不是癌症 它只是说你有一个腺流 就这样子而已 这是唯一会吓死人的东西 这样子 那Cantroma跟Cantrosacoma Cantroma也是benight 就是两性的肿瘤 然后Cantrosacoma 它才是恶性的软骨癌 那这个台湾比较 其实比较少看 会有这种Cantrosacoma 通常都是小朋友 尤其它的生长机制 尤其是在生长板店 如果没有没有停 它不是一直长高 有的是因为它是得到软骨的这个问题 就是Cantrosacoma 所以它会有那个软骨的癌症 这样 所以有一些人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这个Cantrosacoma 或者是跟它的组织 Cell type有关 它会给它不一样的名称 然后大部分 我们的Cancer都是Cantrosacoma 都是上表皮 为什么 上表皮是面对着环境的第一层 是我们的防御层 所以你接触的环境 比较坏或是变化多 它就很容易收到很多不一样的 不好的刺激 就很容易形成癌症 我们刚刚在讲Cantrosacoma 大概左边就是 如果这是正常的一个组织 它也譬如说这是小肠好了 然后小肠的肠腔在这里 管腔在这里 小肠壁的上表皮细胞 这边会有一个basement membrane 然后这边是内层 下面这有微血管 然后下面可能会有一些肌肉层 最下面会有肌肉层 我们就把basement membrane 那边划一条线的话 只要是上面的细胞 有异常真色的现象 你都可以叫它叫Carcinoma 下面的细胞 大部分都是Metanchymal origin 就是它的 它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它是从Metanchymal这边缘起的话 只要它变成癌细胞 你就可以称它叫作Sacoma 包括Fibroblast 这里有Fibroblast 然后Blovesal Blovesal Blovesal Mensal 这些都是Sacoma的一种 所以Sacoma有时候是统称 统称只要是Metanchymal origin 有时候你这几个组织 因为它会分化的不好 你其实也很难去把它区分开来 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正常的上表皮细胞这边 我们这堂课 从一开始到现在 学了很多细胞上面的这些机关 跟它的主要的结构 那这些机关跟结构呢 都是跟这个癌细胞的特性会有相关 那这是正常的 我们上次上课就有讲过 就是正常的细胞 它是靠着这些Cell junction 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如果没有结合在一起 它就会开始有堆叠的能力 所以你就要知道 Cancer Cell一定会有一个能力 分泌某一种酵素去切断 这些Cell junction 那个基因是被活化的 那个蛋白质是被活化的 但是那个在正常细胞 它是没有被活化的 然后它在细胞 因为它Cell junction被破坏 所以它有办法堆叠 也就是说细胞它就不会说 依靠说我一定要贴在某一个皮面上 所以癌细胞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会堆叠 正常细胞不会堆叠 正常细胞你如果长满了 然后你将它堆叠 它会死给你看 那癌细胞堆叠 它不会死给你看 它会一直堆叠 但堆叠会有个问题 你越堆越多的时候 中间会有什么现象 中间就是被人家 你面对环境的那一块 可能就是被人家阻挡住了 所以他们会想着要一直出来 那出不来的话 里面如果得不到养分 得不到氧气 它就很容易hypoxia 所以cancer cell 假如它变成一个tumor 这样 中间很容易hypoxia 然后没有养分 也没有营养的养分 也没有氧气的养分 这样子 那它就很容易里头会坏死 它坏死 它会死在里头 可以看 所以通常它会用 它会 这些癌细胞 会分泌一些cetocyan 去刺激旁边的文血管增生 来攻击它养分 所以就会有大部分的癌细胞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它有血管增生的现象 那再来就是它还会有到处乱跑的 它会有到处乱跑的能力 所以它才 我们才会看到说 它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那到处乱跑 第一 你的basement memory 一定要先被它破坏 它才有办法跑得出来 要乱跑 还得要有两把刷子 你没有能力出来 你可能就被困在里头 那假如说你的癌症在初期的时候 你可能还在酝酿期当中 那你的这个basement memory 还没切破 还没切破是因为可能 你的数量不够多 有可能是你要去取得 那个Portias的能力 还没有取得到 就是还在酝酿当中 这个我们会称它 但是里面可能你的核 或者是你的一些capsule 这个可能有点稍微不是很正常的样子 医生会发一个报告叫做Cancer inside 就叫原胃癌 这个字意思叫做原胃癌 你会看到insight insight就是在那个位置 那是cancer 也有的课格会写Cancer inside 感觉Cancer写在前面 叫CIN 这叫原胃癌 原胃癌是不好的 假如说你被诊断出来 这个检体是原胃癌 请你尽快去找医生 就是看把它处理掉 那是比零起 那大概是零起 那是叫原胃癌 他比一起还好 他早一点处理 就是你恢复的机率会非常高 就会跟正常人一样这样 当他如果去破坏了你的basement membrane的时候 他不但会破坏 他还会走路 之前有给大家看到 下次再拍一下癌细胞走路给你们看 他破坏之后他就走出来 那如果旁边有淋巴或者是血液循环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能力 他叫做他会透过这个血管壁 进到这个血液循环里头 那让他有这个能力也是一样 他要分泌一些腮口款 分一些Protius 他才有办法切 就是逃离掉这个basement membrane 把他困住的地方 然后进去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他身上其实带有非常多的 侵略别人的能力在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Morphology 就是外观上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如果是一个小肠的 或者是血管 不要讲血管 小肠或是消化道 或者是呼吸道都可以 然后我们来看 那里的一个lumen就是管腔 旁边就会有你的ECM 然后你的血管 然后最外面就会有肌肉 这样 然后这个是cross section 横切面 Bentai tumor大概就是 他细胞增生的地方 大概就会局限在这里 如果是Malicum tumor 他就会往Bentai tumor 这边走 往这边走 不是往你的lumen走 所以可能有一些同学 会有一些错误的概念 就是癌细胞 它转移是在lumen里面走 不是 刚刚讲过 转移一定要有能力到血管 或是淋巴系统去 那刚刚讲过cross section 这边是ECM 血液循环在这里 微血管在这里 然后外面还是肌肉 所以他要往外走 所以这个图 不是摆在那里摆漂亮 摆好看 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一下说 它其实是要往哪一边 去做迁移的动作 好 那癌症在分类上面 你会看癌症 这还有一个名称 我忘了放在刚刚的英语教学 叫做Neoplasm 若形容词叫Neoplasmic 那Plasm 讲的是细胞质 然后Neo是讲心生的意思 Neonatal 就是Neo就是心生的意思 那这个的Neoplasm The grading system 讲的是 他在帮癌细胞分齐 分的是看他的 Cyphoid的长相 外观长相 那假如说你是长得很像 你爸爸妈妈的 就是Well Differentiate 那你就是Grade 1 就是你的等级会低一点 假如说你跟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Cyphoid的大小 或者是长相完全不一样的话 那你的Grading 就会越来越高 就依据你的长相的Grade 的那个相似度 然后就会从1到4 大概Grading 我们叫分4等级 所以要看分化的好不好 分化的非常差的Grade 4 所以你如果看到你的报告 叫做Poor Differentiate 那个很不好 你要赶快去找医生去做治疗 假如说那个报告上面写 Well Differentiate 那还好 不过你一样要找一下医生 因为他已经给你Grade 1 那表示是进入 他长得像癌细胞 只是他不是那么糟糕的癌细胞而已 那通常在临床上除了Grading System 还有一个叫Staging System 所以Grading是看分化 Staging是看Overall的他的癌症的 这个肿瘤的大小 叫T Tumor Size 讲的是Primary 假如说他已经转移 从肝脏转移到大肠 那这个Tumor Size 讲的是肝脏原始肝脏的肿瘤 目前多大多小 他可能在肝脏肿瘤很小 他跑去大肠那边给他 就是可能变得很大 那你的Size还是要以肝脏原来的Primary Primary Size 那个为主 那越大指数会越高 N是讲有多少Lipnol是被影响到 那通常医生在采检体的时候 除了有肿瘤细胞的地方 他会采Biopsy 就是采检体去看是不是癌细胞在里面 他旁边的淋巴也会去采样 那通常淋巴要看在哪个脏器旁边 有大有小 大部分的脏器旁边都会有淋巴 你可以旁边采样个几个 然后去做切片 去看里面有没有非淋巴或血液的东西掺杂在里头 如果被他看到有肝脏细胞跑到这个淋巴里头 那就是有转移的现象 就是这个细胞借由淋巴系统 已经跑来这边完了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他附近的 脏器附近的淋巴系统去找这样 那假如说是医生要再开刀的话 假如说你是譬如说医生乳来的话 那他会有 乳来会有旁边的前哨淋巴跟肩膀 就是脂胳窝下面 这有个比较大的淋巴 他会全部把它摘掉 通常一摘都要摘二三十个淋巴 淋巴球这样 那又要摘掉后来的话 那些癌细胞目前是靠你的免疫系统 把他关注、把他围住、把他圈在淋巴系统 他没有跑 因为他可能刚好就是在淋巴那里 跟T细胞、BC胞那里打仗当中 他还忙着打仗就忘记到处乱跑 那你就可以趁机把他拿掉这样 所以淋巴开刀的时候通常都要拿掉这样 M是metastasis 就是有没有转移 只要有转移 你的分数就是三号起跳 只要譬如说肝脏细胞 那我在大肠上面看到 那你这个M就是三号 假如说在那附近的淋巴 我有看到 那M可能就是E 那这个T 就叫TNM的Staging 那每一个 每一种器官、每一种系统 都有他的癌症的Staging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会放在医学会的学会的网页里面 你们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假如说你要看皮肤 你要看美国皮肤科的学会 它里面就有一个跟皮肤癌相关的Staging 他们是怎么认定的 每一种器官的TNM的大型 那个Tumor Size都不一样 几个Lymphenol Involvement 那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脏器的TNM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标准 那个标准是放在那个学会的一个网页上 那是可以是公开资讯 你们都可以查得到 那这是大部分 这个是在我昨天晚上忘记找新的资料 这个是在 我已经忘记是几年的了 这是2000年 这是2000年 美国做了流行病学的调查 调查的癌症 就是在美国这么多人 多少人得到口腔癌 消化道癌 乳癌 或是跟生殖道相关的癌症 跟皮肤癌相关的 Lukemia跟Lymphoma 绿色的是得到癌症的Case 然后浅绿色那个是死亡的Case 那前几个 这80%在美国发生的癌症的发生率 都是Carcinoma 就是跟上表皮细胞相关的 你看 发生率最多的大概就是reproductive time 因为我们不是说它好发 主要是因为子空疾抹片检查 就是普遍化 然后又是很便宜 大家都会去塞 你塞才会知道你有没有中假 所以你会发生率 你看它死亡率就是很低 子宫进来的死亡率就是很低 那你看reproductive system 就是肺癌 它的发生率算蛮高 第四高的你看 它死亡率是第一高的 所以肺癌它其实还通常你会发现 所以它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creening就是筛检的方式 然后它的肺癌的初期症状 好像感冒一样 所以你会以为是感冒 结果那一颗呢 科一个月两个月不会好 你又没有去看医生 因为你实在很不想吃药打针的 就后来才发现它应该不是感冒 可能就是已经是肺癌了 所以通常医生他看诊断到肺癌的staging 就是T&M的staging通常是第三期 肺癌第三期、第四期非常难治疗 就是第一期、第二期还好治疗 第三期、尤其是第四期 第四期大概就是你去照X光 你的胸腔都会有白白的 不是有痰啊 就是有一些东西在里头 所以你去照X光 你的胸腔X光有那个白色 就是有积水的样子 大概就是很严重 所以如果有感冒、咳嗽 还是要记得去找医生稍微治疗一下 如果咳太久 然后呼吸有 觉得有点困难很久的话 一定要找一点去给医生看 那你不要反复的一直咳嗽 那也是不好的一个症状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Casinogenesis的过程 哇 这个专有名词就解释这么久 Casinogenesis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 专有名词就是癌症的发生过程 这个大概就是整个癌症的发生过程 癌症细胞是来自正常细胞 它不会无缘无故 就是一出生下来叫做癌细胞 我们的确是有inheritive 就是遗传 就是小朋友的那个癌症 大部分都是我们都说遗传 它是某些基因坏掉 导致正常细胞很快 在短时间很快速的变成癌细胞 它现在其实也是要走 走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Casinogenesis的过程 所有的坏细胞来自这个好细胞 那好人为什么会变成坏人呢? 一开始主要是DNA被dmaged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DNA 怎样被dmaged DNA被dmaged的时候 假如DNA encoded的基因 就是它相关的DNA 被破坏掉的DNA的基因 如果是跟cell cycle有关 那事情就大掉 假如说它的主要功能 只是跟譬如说 某些储存的功能有关的话 那可能还没事情 所以看是哪边的DNA 被磷受到破坏 DNA破坏的时候 我们其实个体跟细胞 都有一个DNA repairing的一个机制 DNA repairing 是很多种 记得解脑大上课的时候 就好好听一下 那忘记呢 你就回去翻一下 那DNA repairing如果失败 那你这DNA断得太厉害了吧 或是你自己在修复的过程 你需要修复那些工具不够 或者是今天太多DNA坏掉 然后你也没有把他把关好 就有一个被他漏掉 这样子 如果没有修复好 大部分的个体 会请这个细胞去走 Aptosis的乳境 去叫他死掉 就不要再干扰 如果这个DNA坏 逃脱了这个 repairing 然后也没有被发现 你就会这个细胞 就会开始去走cell cycle 那我们就讲他initiate这个细胞 就正式走向transformation的路径了 对不起 那他走到transformation 就是他会一直走cell cycle 那他其实他有选择 他也可以去走differentiation 但是大部分都会走 就直接在走cell cycle 然后一直到你的 到所谓的pre-neoplastic clone 就是走到你的外观 就是你的differentiation的样态 已经跟你的原始爸爸妈妈 长得不一样的时候 那就是pre-canceration的 然后就开始发展成mallecular tumor 所以前面呢 你要称他叫做benight也可以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有了肿瘤 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良性 你也不要太高兴 就是记得每年还是要去追踪 为什么 你有一个瘤 你要每年追踪 因为其实那个瘤 大概就是停滞在这里 然后时间久了 他还是有一个机率 会变成mallecular tumor 所以carcinogenesis大概有三个stage 一个是initiation 然后promoting 然后再来是tumor progression 那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哪一天被雷打到 你就变成癌症这样 不是 这个是一个multiple stage的process 所以他是一个至少有三个stage在这里 然后你的initiation mutation 要产生也不是那么容易 可能要multiple mutation 才有办法 所以大概有大概十个mutation以上 你才有平均啊 这不是说一定喔 你就会导致这个 才会一直走向这个promotion 跟tumor progression的这个路径 那所以carcinogenesis 那既然喔 他是一个multiple stage的process 他需要时间 他需要外面刺激 所以你会 我们可以自然而然想说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喔 不是一个single mutation 就可以导致癌症 那一定是很多mutation 很多DNA破案 很多DNA没有办法被修复 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癌症 是跟着年纪越来越大 得到癌症的几率会越来越高 你活得越久 你接触这个环境一天到晚 在破坏你的细胞 那你很容易就很容易就 DNA被damage的几率就增加 再来就是你活得越久 你的你的系统要当老化了 已经后面已经大概在老化 你的DNA repairing的那个能力变差 那机制不是那么完善 那很容易就是让他去走向 neoplasmic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过程 所以carcinogenesis 一个很大的risk factor 风险因子就是年纪 但这个大概都会被很多人给忘掉 那再来就是有些是有些癌症 他们发现是跟mutation有关 有些mutation是与生俱来的就是遗传来的 那你若是遗传来的 如果是遗传来的 那你就别人要等到那个mutation 可能要被打十次才被打到一次吧 那你可能遗传来 你那个十次的机率就自己先带着来了 所以你可能这个细胞发展成癌症 就会比别人快速 所以第一个假如说是inherited 就是遗传的 通常都是小朋友你都会发现 那再来这有些人会带有一些所谓的 SNP 就是有一些DNA的序列会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那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可能是因为DNA修复的时候会比较有问题 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是因为这些序列很容易逃脱 就是我们DNA repairing 或者是DNA坏掉的时候的 那个把关的时候容易就逃脱 目前为什么这些所谓的SNP 很容易得到癌症 很多不一样的研究 但是没有一个conclusion在里头 那再来就是抽烟 这几张图都在Baker的课本里头 那抽烟 大部分抽烟都会得到肺癌 大概大家都知道 那自从有统计 全世界的统计数据之后 就会发现抽烟 这是紫色这条就是抽烟 就是买烟的使用量 抽烟的量 然后绿色的就是男生得到肺癌的一个统计 所以他没有直接证据说 这个男生一定有抽烟 没有 他只是把两张统计图摆在一起 一张就是我卖香烟卖了多少 另外一张统计图叫做男生得到癌症的统计 你会发现这两个趋势 叫趋势 是很类似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肺癌跟抽烟有关 抽烟跟肺癌跟癌症有关的第一个证据 那第二个证据就是他们会发现 这个是风险值 右边这三个图都是风险值 所谓的风险值就是有得过 他们是统计去算 有得过这些癌症的人 然后你去问他有没有抽烟 再看分析他的年龄 这样子 那这个是风险值从1到20 1%到20% 所以大概抽烟的风险值 如我看最高就是2% 比边增加20% 这20%你如果觉得好像没什么 继续抽烟那我也没办法 20%算蛮高的 我不需要讲蛮高 假如说你胆固存 譬如说胆固存过高 我们说你的风险值 最多最多也是增加个5%而已 好不好 如果你的风险值 已经达到20% 那个风险是还 那个几率蛮高的 如果你一天抽超过25支烟的话 那你的风险值就高于20% 25支烟很多 那还有你抽烟的年纪 你如果是25岁之前 25月小 就是25岁之前抽烟 或是你T&A 就是你青少年的时候 国中就开始在抽烟 你大概得到癌症的几率也很高 是20% 但是假如说你可以就是戒烟 所以戒烟很重要 什么时候抽烟算了 你戒烟 如果开始戒烟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风险值是降低的 但是大部分抽烟的人就是很难戒烟 我了解 但是我有看过那种意志力很好的 就是不抽了 很多男生都会 台湾女生抽烟的比较少 台湾大概是男生抽烟的比较多 抽烟不是只有肺癌 有一些是会中风 就是可能跟血管病变也会有相关 我反而觉得抽烟跟血管病变的几率 跟风险值会比较有关联 那再来就是有些病毒感染 两个台湾人最常听到的病毒感染导致癌症的 一个就是肝癌 B型肝炎的病毒感染就得到肝癌 那几乎是中奖率100% 那另外一个就是子宫颈癌跟HPV 就是人类乳涂病毒 讲HPV 你们可能有听以为有懂 好像HPV这个病毒离你好像很遥远 HPV病毒我觉得是随时随力都在的一个病毒 好像很多到处的 现在坐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有HPV病毒感染过 那HPV病毒它很多不一样的型 那它的HPV18跟16是导致目前已经知道的子宫颈癌病人 有16跟18这两个病毒的大概占70% 这很高 然后其他的呢 HPV45、31、30这些都是也会导致子宫颈癌 只是比较少从病人里头去发现这样子 所以目前子宫颈癌篩检 除了我们刚刚看的POP smear之外 还有一个DNA的晶片 你可以去筛检 那我之前有做这个DNA晶片 筛选了一些人 我现在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HPV 那我如果讲HPV 会导致另外一个良性的肿瘤 你们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就是那个菜花 听过菜花 生殖器旁边的一些肿瘤 或者是有一些是类似像泡枕 在你的嘴巴边边 然后你只要免疫力不好 它就跑出来 或眼睛里头 那个都是HPV的病毒 那只是他们不会让你变成癌症 大部分的菜花大概是HPV6、HPV11 你看就不在上面 所以这个病毒很多 你们有打过HPV疫苗吗? 请大家都去打HPV疫苗 女生听说应该都是不用钱的 男生也应该要打 就比较不会得那些奇怪的泡疹 或是菜花 因为她是 她应该无限要忘记哪个县市 现在是不用钱 现在很多县市的免费提供 只要国二女生 国二的女生 国二以上的女生都可以去免费接受 只是这个针很痛 但你打过的疫苗 打过的针 最痛的针就是这个 痛死了 这样子 我那天叫我女儿去打 她回来哇哇叫好久 她说从来没打过那么痛的针 她说你愿意给我打针 因为我听说我帮人家打流感疫苗也很痛 我上次帮我儿子跟我先生打流感疫苗 痛他妈妈叫 然后我女儿就是说 这个子东进来的这个HPV的那个疫苗也是非常痛 不过我还是建议打疫苗就是像买保险一样 就是大家可以考虑去打这个疫苗 我没有在做宣传 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打 就是对生理比较好一点 但是假如说你有免疫的疾病 像我就没打 因为我有免疫疾病 这个你如果免疫疾病 要打任何医疗 都要先问一下你的医生 因为免疫疾病会有 比较奇怪的免疫反应 那可能会得不到 有时候反而没有那个保护的效果在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 正式进入来看这个Carsinogenesis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Cancer是一个multi-state process requiring an average of 10 mutation that lead to development of tumor 那这些mutation都会让你怎样呢 lose control over cell cycle 跟细胞周期的坏掉有关 然后do not adhere to each other 就是不会贴 刚好说不会贴 然后do not resemble normal cell 跟正常细胞长得不一样 do not carry out functional normal cell 这个只是overall来讲 他跟正常细胞的一些功能 一些正常功能 他可能也不会去执行这样子 那这个是被研究的最透彻的一个癌症 这个就是大肠直肠癌 那他从这个最上面这个是H1的病理切片跟染色 还有一个Gorsanana就是外观 然后中间是卡通图 在显示上面这些大概是 如果是切面图的话 他应该是影响到哪个层级 最下面呢 这是到底目前已知道 有哪一些基因 跟这个每一个过程是有关系的 那这些基因呢 不止一个吧 好多个 你看这里就很多个 那这些基因呢 你会发现 他们都是跟调控ABC 跟调控Centocycle 或者是跟细胞的修 跟DNA修复像MSH 假如说你记得你的DNA一配 那还有几个呢 像KRAS 或者是KRAS 大概就是我们讲的oncology 然后或者是譬如上 我们讲的tumor suppressor群 就是一些重要的基因有关 那为什么oncology这么重要 为什么tumor suppressor群 他们都在后面 后面才坏掉 通常就是没有办法再把关 前面就是小撮 后面就是整个逃脱的他的调控机制 然后后面就会非常急速的 变癌化的过程 就会变得比较快 左上角第一张是正常的大肠 正常大概 大概是切片图就长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已经开始发炎 然后已经走向癌化的路径 你会发现 第一他这个本来 本来你的大肠的上表皮细胞的这个 看起来就是 哎 我要你们说叫正常 你们也会说这个看起来不正常 你会发现他好像细胞比较多 好像挤在一起这样 然后呢这个切片切出来呢 看起来糊糊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大肠的大肠的肠腔里头 会我们会去分泌一些大肠液 所以你比较容易让你上厕所 就排便方便一点 然后他 那你如果就是有Nucosa那个类 就是在分泌那些Nucous 比较的地方 那假如说你很多细胞 如果增生出很多细胞 那Nucous的那个Scrition 会比较旺盛 所以那个切片下面 通常就是看起来就是这样糊糊的一片 那在外观来讲 他就是整个有很多lump 就是一坨一坨的 不是很平滑的表观在上面 那假如说你一看到一坨一坨在上面的话 你去把这一坨拿去切片看 他大概就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Cosinoma 所以这个是 你若对大肠直肠癌有兴趣的话 他有一个review的papery可以看 就是我觉得他把整个发现这个基因的过程 然后跟癌症的发展过程 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那导致癌症的物质 我们叫他Cosinogen 那Mutagen就是 Mutagen就是 导致Mutation的东西 记得喔 癌症初期你要至少十个Mutation 所以你就不要去碰这十个 会让你Mutation的东西 Mutagen分两种 一种导致癌症 Mutation会导致癌症 Mutation也会导致肌胎 所以假如说 这个药物是导致成肌胎的话 我们会称它Teratogen Teratogen Teratogen 这个意思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 Monster的意思 就是怪物 也就是说这个物质 你如果接触到 你就变成怪物 就是肌胎 所以要记得Mutagen 不是只有会导致癌症 它也会导致肌胎 所以如果妈妈如果怀孕的妇女 最好不要去碰这些导致肌胎的物质 导致肌胎不一定会导致癌症喔 所以你可能认知上它不是导致癌症的物质 但它会变成一个肌胎 那Mutagen Mutagen 有很多 我们刚刚讲的是Virus 还有Base Amylol Base Amylol 就是它会让C变成A 或是让G变成T 类似像这样叫Base Amylol 就是会把它置换掉 什么东西会让你的DNA的C变成T 或者A变成X 都是化学药品 或是Methylation 有一些就是会让DNA在复制的时候 以为这是C 它以为它看到了A 就会给它一个T 所以本来C要配对的是G 就要它给它配对成T 所以配对上复制上就会出错 UV light 或是Ionizing Radiation 都是用能量 光线的能量 去打断去破坏这些DNA的 不管是Phosphate backbone 还是它的一些side chain 这个都会 放射线或者是UV radiation 都会 这点都是用能量 很强的能量去破坏你的细胞 破坏你的DNA 有一些你会以为是没什么的能量 像它不是只有对人 对植物也是 假如说你上副老师的课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 光合作用 我们的光线 白色的光量进来 有很多颜色 对不对 那光合作用的是哪一种光 没有人要跟我讲 红光 光合作用的光是红光 那红光有一种叫做Farway 有没有 远红光 有没有 远红光就是坏的 远红光会穿透你的皮肤的 所以我们就说 因天你才要去仿晒 因为远红光才会让你去穿透你的皮肤 然后打到你的皮下层的地方 皮下层就会有很多胶原蛋白 就会让它打断 你就会腦化的比较快 所以这些光线不要小看它 它们带的能量 它们构上的穿透力 你必须要稍微自己去了解一下 然后interclating跟crosslinking 这个base altering agent 大概就是跟base analog很像 那interclating agent 跟crosslinking agent 讲的就是外来的分子 可能是一个compound 可能是一个化学药品 都可以 然后它会去interclating 就是把DNA跟DNA之间做个见解 你就DNA跟DNA做个见解 有坏处 就是你要DNA要处置的时候 不是要分开还分不开 那见解的话 发上hairpin的时候 它制造出来的DNA 都是很奇怪的 还有一些interclating agent 就是会给你像UV light 它会给你double bond 然后就把它盯住了 你也是没有办法去解套的东西 所以interclating 讲的就是DNA跟DNA之间的见解 crosslinking的这些compound 或是这些药物呢 会去让你这个DNA跟其他的蛋白质做个连结 那最常 像有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 叫做Cisplatin 它就是一个crosslinking agent 它会抑制细胞生长的方式 就是把DNA卡死 让它不再去做replication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物质 它是carcinogen 但它因为把它拿来 好像你要把它拿来做那个治疗 还真的很奇怪 那你就会看它是用在什么机制上 那这个是美国国卫院 美国的国卫院 就像有点像我们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你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哪里吗 不知道 在那个竹南 他的研究是在竹南 国家卫生研究院 讲到说未来同学有兴趣要去念研究 研究所然后想要去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的话 国家卫生研究院有跟那个清大合作 他们有一个硕士班 还是博士班的学程在 有些老师你可以在清大上课 但是你的研究是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 那我先讲国家研究院 我等一下讲这个 国家研究院他非常喜欢我们张思大的学生 因为我去参访过国卫院大概两三次 每一次 他们里面有几个是我们张思大毕业的学生 不管是硕班还是学士 还是学士班毕业在那边工作 那他们之前一开始 这个国卫院成立的时候 他都会喜欢台城经交的学生去那边工作 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些学生 因为你有去过国卫院 这是一个没有不生蛋的地方 然后他离很多台大的学生 或清大交大学生 他们就常常一天到晚都想要回台北 就是因为竹南实在是非常的荒凉 然后也没什么交通工具 所以一放假星期五一到人就不见了 然后他会发现张思大毕业的学生 就是很任命的很润分的 也不会常常往台北跑 也不会说要回家 他就会住在宿舍附近 然后做他的实验这样 他觉得我们的学生很乖 那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张思大附近 就这么一条便当街 这环境可能跟他的国卫院很像 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被虐 虐待 习惯这种环境 所以适应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比较快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发现 国卫院非常喜欢 录取我们那个学校的学生 好 那这个是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他的一个网站 你有空可以上去看 或者是你要做 你如果你的兴趣是做那个环境的 就是如果你是那个生态学的同学 或者环境的同学 你做的东西跟环境的污染有关 你可以过来看 那我把他的 我把他的那个网站的那个 这个特别网站的那个短网放在上面 因为他的网址实在很长 然后我现在上面这个网址是错误的 这是我之前弄的网址 这个才是正确 那这个网址有够长的 那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要上去 从他的home page 首页开始看的话 你只要打前面 那那几红红色的字就可以了 那NTP 就是那个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的意思 然后NIEHS 就是国家 国家卫生研究院 那NIH就是他们的卫福部 然后再来就是GOV 这是政府的一个网站 所以他是有公信力的 如果你看到GOV的那种网站 通常就是有公信力的 那这个网站里面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应该有超连结在这里 我确认一下 哇 他没有办法 他有一张 我看看他让不让我开 无法开启档案 好 下次再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 你要进去他一个data base 大概所有的compound 大概什么叫做 叫做 每一个化学compound 化学成分 什么叫做安全值 什么叫做致癌的量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查 那这里面 他还会分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mutagen 或是carcinogen 或是他什么样子的一个毒物 他上面都会有详细的一个 研究的成果放在那里 你也可以打carcinogen report 他就会出来 carcinogen report 那在essential cell biology 20之一 这里的table 只要是任何风险因子 或是任何factor 他会导致DNA replication有问题 DNA repair有问题 cell cycle checkpoint有问题 或是metosis有问题 或是你的chromosome的树木有问题 chromosome number有问题 可能就是metosis 或是在做分裂的时候出了问题 那这些都会让你的基因比较不稳定 所谓的genetic instability 就是说你的基因稳定 你就可以 你就会乖乖的该复制的时候去复制 然后该禁止的时候去拘引起就拘引起 那genetic instability就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受调控的意思 那这是染色体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右边这个 这个是特殊处理过的染色体的图 左边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charyotype的图 然后右边是经过特殊处理 这个处理是他又加了一些抗体在上面 然后去把抗体跑出来的地方 去把它做一个颜色的区分 那这个叫做sky painting sky的chromosome painting 是每一个染色体他都给他一个颜色 所以他的方式就是每一个染色体 他都给他一个颜色 那你就发现 哇 右边这个染色体到底发生什么事 左边染色体你是在看不出来他有问题 右边染色体的问题可大 这条染色体上有三四个颜色 一二三四个颜色 表示这个染色体的成分是来自四条不同的染色体 然后你还会发现说这个蓝色的只会有三条 所以染色体的树木 染色体的可能组成都出现了问题 那这是sky painting 这个chromosome painting 最powerful的一个方式 那他是一般的我们的那个荧光fish 用荧光染色的这种概念 那我们如果是一个细胞 你不需要做到carrier type的话 细胞 然后我们弄一个 譬如说 chrom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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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 或是谁 某个 某个 某个基因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基因有 两个copy 四个copy在这里 这叫fish 然后你 你可能用dapy 这个蓝色荧光进去看 那通常蓝色我们会 我们会用来染那个dma 所以所有的染色体就是深蓝色 然后你的其他的荧光颜色 譬如说我想要看cmic 那个cmic 我就给他用黄色 那你就会知道说 那这个cmic 在cromosome上面的哪里 所以在这里我们通常 在做染色体实验的时候 我如果要看x染色体 我就去找一个x染色体 centromere的基因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x染色体中间点在哪里 然后这个是4号染色体的 那个绿色荧光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边4号染色体才一个 才一个 应该有一对吧 应该有一对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至少有一对 但是这里有一个xp22.3 那这个在右边这边没有 就表示这个xp22.3 在这个xchromosome上面是不见的 它是有deletion的现象出现 那所以通常我们会有一个 应该就是会跟你讲说 这是我要的基因 这是它的centromere的地方 辨识状 这是4号染色体 这是4号染色体上面的基因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我们的fish fluorescent 荧光 insides Ice insides hybridization 就是 就是拿那一段染色体 或是那个基因的染色体 去把它做荧光的标示 然后再去 再去 那个kerotide上面看 这个是癌症的细胞上 常会看到的 然后蓝色的 就是DNA的部分 那这个也没有把它打碎 也没有把它打开 就是 它就是可能interface 就这样人 这个这样子在做 DNA的hybridization在看 然后 浅蓝色这个就是centromere的地方 红色的就是mic b 是一个oncogen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哇 它的copy很多 这个 所以它这个会让细胞 不正常的真生的主要原因 可能就是mic 的amplification Sky 这个字是Spectrum Caryotyping的一个缩写 我们叫Sky 那它呢 染色 就是你把 你把染色体 把它 把它铺平在那个 载波片 载波片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加 一滴这个 每一个染色体都有萤光的标记 所以它是凄惨的 所以我们叫它Spectrum 那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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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价 现在要价1万块钱 做一个实验 就要1万块 你如果跟厂商竞价 竞价近很多的话 你可以把那一瓶 那一瓶药剂 那一瓶药剂大概 我看我们上次只能做15次 那15次大概我那一瓶就买了10万块钱 那一滴平均大概就是1万块 又千块到1万块 那你如果去请那个 现在的遗传中心 我说我要看一下我的染色体 请你做一个Sky 它会跟你收 有交情的 会跟你收2、3万以上 每交情6万到10万 我都有听说过 但是它是 它做起来很快速 而且马上你就知道说 这个染色体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所以 Cromeson Painting 出来结果大概像这样 然后那个电脑程式 它会去把它 把它的亮度啊 把它强化一下 然后帮你排 所以大部分的癌症的细胞 你会发现它染色体很严重的异常 会很多套 不但很多套呢 还会乱接 乱接 那这个主要是因 会很多套是因为 它在做Metosis的时候 根本就分裂 就是乱分裂 因为它变得太快了 然后它在做Metosis的时候 本来是 本来就是 Cromeson 可能年龄的Metotopia 要去做固定位置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 虽然很容易就跟人家去做 那个Homozygous pairing的时候 就很容易做recombination 所以很 这些在 不管是什么癌症 尤其是很坏的 就是比较 Metosis Metosis 它的Degree来讲很严重的 你这样子的现象会 会还蛮多的 所以这个 这个好像之前我们做的 是实验室做的 这是别人的report 这是某一个人的 也是某一个人的 Career裁品 然后做Sky 然后我们大概发报告 都会这样子发 好 好 回到Cromeson Painting 来我们看Cancer Development 所有癌症都从正常细胞来 然后正常细胞 Initiate Promoting之后 会变成Bemind 会从一个Bemind tumor开始 然后再来第二个 接下来Bemind tumor要去 Bemind tumor要开始 在有破坏能力 就是破坏Basement Membrane之前 我们叫它CIS 就是Cancer Insider 只要Basement Membrane被破坏 它就会有Invention的能力 所以 这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Bemind tumor 然后这个就是CIS 对 Bemind tumor 然后这就是Cancer Insider 然后开始有 开始有Invention的能力 它就需要Angiogenesis 那这个就是Cancer Insider 跟Bemind tumor不一样 也就是说 它的细胞 跟Bemind tumor 差一是差一是 它没有Incapsule 没有好好被匡在一个 一个范围内 这个CAPSUL 不一定每一次你都看得到 有一些Bemind tumor 是不大会有很明显的 这个一层膜 这类是细胞膜的东西在蜿蜒 尤其是我们在做 组织的采量的时候 这膜通常都会被破坏掉 所以很多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医院给你的检验报告 说你的有可能是CIS 你还要再去做不一样的检查 它还会再这样 你去做不一样的 才能确定它是不是 那个Cancer Cell 连这个CAPSUL 容易就会是不见 那如果是Cancer Insider 的话 我们Staging的就是 它的TNM的写法 就会写TIS 你有看到TIS 就是Cancer Insider的意思 然后它Staging一定是0跟0 就是0跟0 目前最多这种Cancer Insider的癌症 就很早期就会发现了 是乳癌 乳癌是最 因为它那个摄影 就是目前的乳房摄影技术 越来越一 它腮卷出来 Stage 0的这种Cancer Insider的 案例越来越多 那之前 大概在五六年前吧 乳癌 如果你是那种Cancer Insider 健保好像还是可以 帮你付这个治疗费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太多人 被发这种Cancer Insider的报告 他就说你如果是0期的 你不算是真的有得到癌症 这样子 所以他就被排除到 排除掉重大伤病这一块 好 那Invasion 有Invasion的例 就是你的Basin Member 是被破坏掉的 然后你就刚刚又说过 就是刚你Tumor 长到一定的时期的时候 除了它会Invasion之外 它中间会需要被挤压破到的一些细胞 它就会需要水管过来支援它的一些 它的成长跟它需要的养分 那这个叫做Angiogenesis Angiogenesis 启动或是讯号一定是来自癌细胞 那癌细胞它会去分离一些Angiogenic Factor 就是血管增生的一个因子 你会常常看到这个字 叫Angiogenic Factor 这是血管增生的因子 像VEGF就是 VEGF VEGF 那你如果看到GF 就是什么什么Gross Factor 那V就是Vascular 血管 E就是Epidillium 血管 上表皮细胞的增生因子 那这个也是癌细胞分泌出来的 它自己本身不是血管的上表皮细胞 所以你就发现 这癌细胞有一些不是自己要去执行的功能 它都会有 那就比较可怕 刚刚说它不执行自己的功能 对不对 它去执行别人的功能 就是它开始乱来的 它会分辨Angiogenic Factor 或是还有其他的刺激物 然后这些Cytoci 或是Gross Factor 会去刺激附近的微血管 那这些微血管 就会开始做增生的动作 它所谓的增生第一步细胞分裂 然后第二步 它的细胞会开始叫出芽 这个叫做出芽的状态 那血管出芽 不是细胞出芽 是血管出芽 血管出芽的方向 会根据你的Angiogenic Factor的浓度 然后去往那边去做出芽 那出芽有细胞排列 那它增生 因为它增生 它必须 它就没有办法平平的去做生长 然后它就会开始往外长 这叫出芽 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 一个血管的回路这样子 然后它就可以去 它就可以去提供 这一坨肿瘤的中间缺乏养分的家伙 然后这个旁边会有 癌细胞的附近 还会有一些Fibroblast 跟一些Wiber cell 然后这全部呢 我们叫它Stroma cell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Angiogenic Factor 是Tumor 是Tumor分泌的 除了Tumor之外 Tumor它的一些 Cytophan刺激物 都会影响旁边的这些血球 或者是Fibroblast 去跟它一起做这件坏事 所以这个叫做Stroma cell 那这个Angiogenesis 一般来讲 它这个是可以去 Angiogenesis这个现象 是可以去在Invitro 就是实验里 去把它呈现出来的 那因为我们知道它每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Epicelial cell EC是Epicelial cell的缩写 它会去 它必须要去把Bismic membrane 把它Lysis就是切断 然后开始Epicelial cell 会去做Invasion 逃出它的血管壁 但这不是癌细胞 正常的切 正常的去做Invasion 跟Migration 跟Polyfloration 然后主要的方向是看 它的Angiogenic Factor 到底是从哪里来 然后在实验上 如果你要看Angiogenesis 你就是养一般养那个 Indoidal cell 就是那个血管的上表皮细胞 然后就来上表皮细胞 它通常你要养了 它下面要有一层ECM 它才会长得比较好 然后你把它养在上面之后 你给它一些Angiogenic的一个Factor 像VEGM丢进去 然后你就去看它会不会形成血管 然后整齐在培养里头看血管 它真的是变成血管的样子 刚开始的话 所有细胞带长得像这样 就是长得很均匀的分布 它开始在形成血管的时候 它一定要开始去 朝你的Angiogenic Factor的位置在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回路在 所以这个是 你看到Metric Geometric Metric Geometric 是ECM的Gel 里面有College跟其他ECM molecule 在里头 有它才会去形成类似像血管的样子 那你就可以去用特殊软体 去把它们框出来之外 去计算在这个视线下 大概有多少个形成的回路 那他们就会认为说 这个就是Angiogenesis的程度 程度高 程度小 看你有几个圈圈出现这样子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 有Invasion跟Angiogenesis 你就很容易走到Metastasis 就是转移 那Metastasis呢 它的定义就是Spray of disease 就是Cancer 这个地方 它经由淋发或是血管的循环 然后到另外一个正常的组织 它在正常组织那里 去开始再去增生的动作 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就叫Metastasis 那Metastasis呢 就几个专用名词 刚刚讲的 它一开始癌症的地方 叫做Primary Tumor 然后它跑到第二个地方 譬如说我这个是肝脏 肝脏在这里好吧 我这个是卵巢 然后跑到肺脏 跑到肝脏 这样 这边肺脏跟肝脏的地方 就叫Secondary Tumor 那它Invasion第一步就是 切断你的Basal Membrane 然后第二步就是要进到血管 进到血管的 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Intraversation 这个字念Intraversation I-N-T-R-A Versation就是进去 就是血管的意思 进去血管 这个动作叫Intraversation 那从血管血液循环来到干部 肝脏来到肺脏的时候 细胞还在血管里 所以它如果要去别人家里住 它要出来 它走出来 就像你搭高铁要记得下车 不然你就要坐到基隆去了 类似像这样 所以它要下车 下车的这个动作叫Extraversation 所以记得 它必须是细胞 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Intraversation的能力 跟Extraversation的能力 它才有办法去做Metastasis 所以有三个能力了 第一个就是 要把Basement Membrane切断 然后第二 它还要走动 Migration 然后第三 它就要进去跟出来 一定要进去跟出来 这样 好 好 那 这里有个能力 我刚刚有讲到 第二个能力 它要会 它一定要 它一定要 这细胞一定要会 会 会 会动 如果这个癌细胞不动 它只是一直 坐在那里 它也不会去做 Intraversation 它也不会做Invasion 它也不会去别人家里 串人子 所以细胞的Migration 是癌细胞 你要Mekastasis 是一个最基本的能力 就是Migration 它会动的能力 Migration 也叫做Worn Healing Worn Healing Worn Healing的意思是受伤 然后受伤的地方要复合 这受伤复合的一个实验 那受伤复合实验 为什么是来做癌细胞走动的实验呢 我们就是在一个培养品上面 然后把它长满细胞 然后你就破坏它 就是让它受伤 用任何东西 把它中间刮一条线 然后你再去观察 就是这细胞 有没有过来把它 把这条空 就是刚刚被你破坏的地方 把它补满 那补满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它自己本来就是 会做mitosis 所以一个细胞变两个细胞 慢慢慢慢补满 另外一个补满 就是它自己会走动过来 走过来 那就是Migration 所以你要看的不是说 它间距变小 你要看的不是说 它这个边缘越来越靠来 不是你要看是不是有细胞 真的是走进来 那这个的结果 你可以用那个照相机 不同的时间去把它照下来 然后再去算它们之间的间距 然后算的方式呢 你可以用线上的一个软体 叫ImageJ 这是一个开放的软体 然后在那个NIH 就是你打那个NCBRNIH 那里面你可能也会找到 ImageJ的软体在里头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拿那个 做分身不是有Yellow Tip吗 拿那个Tip稍微画一下 那个大概一个M那么宽 然后通常我们会在24小时内 去做连续录影的动作 或者是每两三个小时 你可以去照相一次 去照相一次 那通常不会 不会去评估任何影像超过24小时 超过24小时 可能你就会跟细胞分裂去 无法去把它分开来 所以做这个实验有个先决条件 你必须要知道你这个I细胞分裂 分裂的 分裂的周期的长短 假如说这个细胞是每24小时分裂一次 那你的这个Born Healing Essay 可能就是要 要在24个小时 一定能要分析完 24小时以下有那种 一分成瑞的一种可能性在 好 然后我们就会去算它的间距 然后来用它 就是这个Sale My Grathing 你可以去计算说 在多少时间内它走了 它大概走了多少距离 像这样你就可以发现 譬如说我这是五个mM 然后这是一个mM 所以它走了四个mM 那你就说它24小时 你走了四个mM 每六个小时它走一个mM 就是它的速度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这个不是癌细胞 这是我们那个肝细胞 会走入的肝细胞 所以我们这是在零小时的时候 我们就是画一条线 然后我们会在相片上 就直接把这个线把它区分开来 然后24小时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你走来这里 它会慢慢走过来 然后你看它 因为我们养的时候 这些细胞都是酥酥的 它不是很厚的一层 你就会看到它真的是 跑过来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上次我有给大家看到 那个细胞真的会走动的那种影片 就是24小时录影就可以 就真的就是 你可以catch到它在走动的样子 那大部分细胞 尤其是癌细胞 没有办法让你拿出来外面 写微镜下录影个 录影个两个小时 它录影两小时大概就挂掉了 所以你如果要做录影的动作 你可能或是写微镜 连续录影写微镜 去连续拍照的话 你可能要买那种写微镜 是直接放在那个培养箱里头 不然的话你的细胞很容易死掉 还有一些人会买这种 所谓的就是买特殊的特殊的这个 这个Transwell 这个Transwell 它里面会有coating一层 就是类似ECM的 或是Basal Lamina的那种分子在 然后它会你再把 你再把那个癌细胞放在上面 然后假如说它有能力去穿透那层ECM 或者是去切断Basal Lamina的分子的话 它就会从这个船子 会有掉到下面去 然后你就可以去看 就是到时候你分析的时候 就只要分析下面的这一块就可以了 有没有掉了哪些细胞 所以通常出来的结果大概会长得像这样 你可以用荧光来做 对不起 这是我忘记哪个 就是上学期的 上学期的那个assignment 是中有的没有错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 下一次再看 因为后面是跟Cancer Regulation 有关 那我想要先讲一下 然后剩下的 没讲完的下礼拜再讲这样子 那Cancer Regulation 比较重要的 癌症的调控 应该说细胞的调控 会不会导致癌症呢 主要靠两个 一个是Seal Cycle 另外一个就是Abitosis 所以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这个我们一般的Seal Cycle 就是Normal Proliferation 是Purposeful 就是它是有目的 它因为你去破坏它 或者是它缺少 或者是它 它环境的刺激 它才会出来 才去走Seal Cycle 它是有目的性的 所以是Purposeful And Responsive to Stress 是因为有外面有stress 它才要开始来走 这个细胞周期 所以这个Poliferation Normal Proliferation 是有刺激 它才会 有收到刺激 有目的性 它才会去执行 那如果它不在Seal Cycle 它就离开Seal Cycle 大部分可能老化老死 那它就会出口Abitosis 或者是Senensis Senensis这个字 就是开始老化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要看时间点的话 这个Senensis 是在Abitosis前面 然后最后才 所以它会在这边Senensis 然后这里再弄一个Abitosis 另外一个Abitosis 直接从Seal Cycle出来的 可能就是 那个在做Replication的时候 它发现在checkpoint的时候 发现它是不好的 坏掉了 直接送出来这样 那Quilicin是禁止 没事干 也不是老化 那你不能 你也不能叫它一直走Seal Cycle 所以它就会出去Seal Cycle 在外面Quilicin 静止 所以我如果画一个 有时间 用时间的一个图表 来呈现的话 这是 我不能画X 我只能画X 这时间如果是往右边走的话 如果在发育时期的时候 这是发育时期 你这里走Seal Cycle 你这里走Seal Cycle 接下来你就要出去 出去就是走Quilicin 然后再找Senensis 最后才Aptosis 这是一个正常的路径 所以你们很多实验或很多Paper 会讲到Senensis 会讲到Aptosis 那有些实验它测的是Senensis 有些实验测的是Aptosis 你要知道它们之间其实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字叫做Aging Aging这个字呢 从Quilicin到Aptosis 整个过程都叫Aging 这样可以 那叫老化 老化 老化不是只有Senensis Senensis的检测是Senensis 一启动 它不会一直 它不会再停留在Quilicin 它就会下一步中 它就是要走 叫到Aptosis 所以Senensis这个字 要用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那另外呢 这个细胞还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分化 所以细胞如果不在Cell Cycle 它可以去做这么多事情 那会让它还存活下来的 就是Quilicin跟Differentiation 那分化完之后 你也可以Senensis Quilicin Senensis 或者是Aptosis 都可以 假如说你的Cell proliferation 是Pripleis 没有目的的 随便就来做Cell Cycle 然后Iresponsive to Stress 不管有没有刺激 你都会自己走Cell Cycle 那就是不正常的Cell proliferation 细胞的增生 那这个细胞的 不是只有Cell Cycle坏掉 你才会得到Tumor 这件事情 因为它是Cell proliferation 跟Aptosis 就是Cell Cycle Aptosis 之间的平衡 所以这个组织呢 这些细胞 它们处于平衡状态 就是Homeostasis很重要 所以两个机制 其中之一坏掉 都有可能得到Tumor 就是导致不正常的细胞增生 那最上面这个就是Homeostasis 就是它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 那那个红色的细胞 就是没有死掉细胞 蓝色的细胞 就是Aptosis死掉细胞 那算一算你还是四个细胞 所以它处于平衡的状态 当你的Cell proliferation 如果失衡的话 你的Cell proliferation 大于你的Aptosis 你死掉了还是四个细胞 那你Poliferation太快了 那你会有Tumor 你会有肿瘤 你的Aptosis肌脂肉坏掉 你不会凋亡 就算你的Poliferation 没有增加太多 但是你没有 你的凋亡肌脂肉坏掉 你也会有肿瘤的现象 那我要请问同学们 假如说这两个Tumor 后来都变成癌症的话 哪一个癌症会比较可怕 现在数目都一样 哪一个癌症会比较可怕 是上面Poliferation的 会比较可怕 因为它是细胞周期的坏掉 然后增生会比较快 这死亡坏掉还好 你增生慢都还可以调控 所以任何刺激到这个 或是任何Seal Cycle的失衡 其实它的影响会比 Haptosis失衡还严重 所以Homeostasis 就是Seal Coliferation 跟Haptosis之间的调控 我们来看Seal Cycle 然后任何让它导致不正常 促进这个Seal Cycle的基因 叫做Oncogee 可以 就是你会一直走Seal Cycle的 我们叫它Oncogee 然后任何抑制这个Seal Cycle的 促进跟抑制 这样才能调控Seal Cycle 我们叫它Tumorous Supply 所以不管 这些都是跟Seal Cycle相关 我不是讲 它不是跟Haptosis相关 它是用来抑制Seal Cycle 如果你Seal Cycle 在踩煞车的那一个 就是抑制Seal Cycle 坏掉 踩掉煞车的话 Seal Cycle一直是跑 一直跑的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出镜的因子 煞车煞不住 你也是会很严重的 所以Seal Cycle 有两个很重要的 控制的分子 一个就是Oncogee 另外一个叫做Tumorous Suppressor Gain 所以这两个字 要记得 它们都是跟Seal Cycle有关 都是跟Seal Cycle有关 Oncogee就是 它会Stimulate Potifloration 相对的 它会抑制Differentiation 跟抑制Aptosis Tumor Suppressor Gain 它是抑制Polifloration 它是抑制Polifloration 那相对的 它会PromoteDifferentiation 跟PromoteAptosis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 那个Casinogenesis的Process 就是致癌的这个路径上 你至少要十个Mutation 假如说你这个Mutation 是因为你的这些Oncogee 或是Tumorous Suppressor Gain 坏掉呢 那影响就会比较严重一点 那这里有个字叫PortalOncogee 它是跟Oncogee 就是都是同一个基因 等一下 我怎么下不了 你怎么当基额 你为什么当基额 那我们先看一下Oncogee 的Definition 它就是 当Oncogee 它是 它是 我们讲Oncogee 它是一个 不正常 带着不正常功能的 一个基因 所以是Mutation 或是Overreact的 坏掉或者是过度表现的一个分子 我们叫它Oncogee 那它如果没有坏掉 或者是它没有过度表现 过度活化的时候 它正常情况下 你也会有这个基因 那它正常情况下的基因 我们叫PortalOncogee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区分开来 如果我们讲它Oncogee 它就是一定会绑制癌症 PortalOncogee 它有它自己本来在做 在做的事情 它正常 它是正常的 我们就叫它PortalOncogee Pepin 拿到的时候 上面PortalOncogee 做什么事情 上面Oncogee 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知道 怎么去区分 它们之间的差异了 那大部分的PortalOncogee 通常它们 一般在正常的细胞里 它们都是跟 它们有自己细胞的正常功能 大部分都跟讯息传递 或者是细胞分裂有关系 这样 然后当它的 当 当 当 这个Oncogee 呢 会 它的定义 有时候 应该是说 你怎么知道说 它会变成一个Oncogee 假如说 你把任何一个基因 Anygene 然后呢 你把这些基因 很多这个基因 把它打到一个正常的个体 或正常细胞里头 结果那个正常细胞 变得有点不正常 变得像癌症的细胞 那你就可以说 这个基因 我刚刚打到这细胞里的基因 或者是打到这个个体的基因呢 它可能是Oncogee 这样懂 所以一开始 科学家 在找这些导致癌症的基因的方式 就是把 某一个 他们觉得可能是 它的这个基因 或是蛋白质 打到一个正常的细胞 或者是个体里头 然后看它会不会长成一个肿瘤 那会的话 他们就说 这个就是Oncogee 那 PotoOncogee 它就是一个 它的存在主要是要去刺激一个正常的细胞的一个成长 那Oncogee 就是会导致unregulated cell proliferation 所以PotoOncogee 要记得它不是坏的基因 它不是坏的基因 只是它Gain of Function的时候 它很多它的时候 会导致unregulated cell proliferation 那时候你就开始称它叫做Oncogee 这个就要记得了 还有2种Oncogee的说法 一个叫做C-arm C-Oncogee 表示这个C 是cellular 叫Oncogee 就是host 假如说你有病毒感染的话 就是宿足里头 这里原本本身里头自己的胸口菌 也有是病毒带来的基因 病毒它会去干扰到你的染色体的结构 导致它利用你的复制的工具 去复制它的基因 它基因里面可能带有某些会导致癌症 那些基因我们叫它V-1 就是Virus的胸口菌 这个我会常常看到 然后就是C-1或是V-1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把胸口菌跟 跟Tumor Serpenticin讲完 会讲到P-53跟RB基因这边 然后会再把几个跟Aptosis 跟Seal Cycle基制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跟大家做个总结的说明 所以下礼拜我们会把Cancer Biology上来 那跟Cancer Biology相关的这个作业 我请你之前 会把它放到那个 会把它放到平台上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